大家好 我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 是林渠景区 旁边就是林渠 给你们看一下 这里就是林渠了 你可以看到河不是很宽 而且这个水有点浑浊 这可能是因为最近下雨量比较大的原因 这条林渠的历史非常悠久 它是在公元前214年修建完成的 到现在已经有2200多年的历史了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几条能工运河之一 整条林渠全长是34公里 打通了湘江与梨江 使得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可以贯通 而且这条林渠在中国的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先秦之前 这个地方是属于柏越地区 柏越地区和当时中央王朝是没有从所关系的 直到秦朝统一中国以后 更确切的讲 在这个林渠修建以后 秦朝才完成了对柏越的统一 秦国是在公元前221年完成对六国的统一 不久之后秦始皇就派了50万大军分五路南下 想要一股作气征服岭南地区的百越各部 结果相持了三年都没能取胜 最后连大将军土水都在夜袭中阵亡了 宫越受阻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当地越人顽强的反抗 再加上岭南地区山高路险 水路不通 军粮运输供给不上等多种原因 最后遭到了大败 公元前217年 首路说明在今天的新安县境内 将新安县东面的海洋河和新安县西面的大龙江相连 在相距最近的地方修筑大坝南水 直到公元前214年 这条沟通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运河最终完工 使得中原地区的后勤物资 可以快速地运到岭南 不久之后秦朝的大将仁敖和赵陀 只用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就平定了岭南 并且建立了秦城 这个时候正式把柏越纳入了中国版图 所以说岭曲的修建直接影响了中国版图的划分 秦始皇不仅完成了对岭南各部的统一 也最终完成了整个中国的统一 这是在经历了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分裂之后 第一次实现全中国的大一统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条岭曲 现在的岭南地区很有可能就不是中国的了 所以说这条岭曲的重要性绝对不亚于金航大运河 岭曲作为沟通两大水系的重要工程 2000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直到近代相跪铁路开通 岭曲才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但这条岭曲的修建却是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一个奇迹 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看 修建这样一座大型的水利工程 毫不逊色于我们现在的三峡大坝等工程 有很多充满了智慧的创新设计 最有特色的就是这个天平了 眼前这个是小天平 远处那个是大天平 现在因为是迅气 河水特别大也特别急 而且河水特别浑浊 感觉跟黄河一样 不过平时的河水是非常清澈的 所谓的天平其实就是水中的南河大坝 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截流并且抬高水位 上游的河水到这两个天平处会被拦截住 然后水位就自然抬高了 抬高水位之后就是分流河水了 可以看出大小天平衔接成棱字形 夹角为108度 大天平全长344米 小天平全长130米 七分水从大天平分流到湘江 三分水从小天平分流到临江 这就是著名的湘黎分派 最后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泄洪 在林区的中端有一个泄水天平 可以将林区多余的水分到湘江 这样就可以保证林区的水位不会过高 正是因为这个大坝对河水的控制非常精准 所以被称为天平 而且这个大坝的建设也是非常有智慧的 在2000多年前可没有钢筋混凝土 可是这两个天平现在还在使用 那么这个大坝是怎么建设的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饮水面 是用大型的切条石垒气的 这个切条石上都有燕尾巢 然后用这种铁笋固定住 所以2000多年来一直稳如泰山 而贝水面则是榆林石 就像榆林一样铺设的石块 作用是沉淀上游冲下来的泥沙 使得霸体更加牢固 是不是有种不明觉厉的感觉 这就是我们古人的智慧了 所以大家以后有机会来新安县 一定要来这个林区景区看看 这是新安曾经辉煌的象征 也是我们国家重要的水利工程之一 行 今天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那咱们明天见吧 拜拜